国庆廉假期间 花莲的天气是呼勤 呼吁天气大致上是不稳定 而随着廉假的结束 天气变化又会是如何 我们请记者帮演告诉大家 国庆廉假四天 花莲天气呼勤呼吁 天气大致不稳定 不少民众花莲出游背着伞 随着廉假结束 好天气便未跟着到来 中央卿上署表示 周三至下周一 仍持续受东北击风影响 迎方面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 不过雨势较为趋缓 11号12号 整个是东北风的环境 然后十三十四的时候 整个风面会移出去 所以十三十四的时候 对花莲来说 可能是这一周天气 比较好的一个天气 两天 然后十五号的时候 风面会形成 影响我们 然后十六十七 东北风大概又会增强 花莲这一周 高温其实都不会太高 大概都在二十七八度一个情形 然后就是十五号的时候 另外一波风面下来的时候 温度会下降一点点 然后到十七号温度也会下降一点 那在低温的方面 大概也是在二十三二十四度一个天气 所以这一周的天气 大概就是局部地方天气比较不好 然后如果风弱一点的时候 东北风弱一点的时候 然后水气少一点的时候 我们还是看得到阳光 所以这一周大概还是以 应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为主 到周五六水气更少一点 东半部有机会多云倒晴 大致要到下周二以后 才会恢复偏干稳定天气 东北季风才会减弱 提醒民众这几天气温降温 留意日夜温差 穿着被外套 避免感冒着凉 记者蒋邦雁华联系报导 请不吝点赞 美元